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好了,那就是由老子,庄子,新子, 因为他一定要找一个人插在中间, 否则你发现韩非,然后就讲韩非子, 这个新子是早一点的,因为韩非子是殉兄的弟子, 那怎么可以接到道家那里呢,于是就在两者中间插过韩非子, 不是插过申不害,用申不害就接到韩非子那里, 显示法家的传统是来自道家的, 韩非者,韩之朱公子也, 韩非就是韩国的朱公子,朱公子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把朱公子在那里呢,就是 妾氏己所生的儿子, 我们听之为朱公子,就是列公子,不是嫡子那些, 就是朱公子,尤其不是太子那些,就是朱公子, 起刑明法术之学, 而他又是学刑明, 所谓刑明,刑字不是刑罚, 这个刑字,去到这里刑明,就是刑, 刑是这个刑字, 就是说名和实, 刑是名和实,究竟是不是相刑, 刑明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王老,而他的精神最后归本, 都是学王老, 这个是他们的刑断, 非为人口吃, 韩非是说话很生气, 不能道穴, 不懂得道说, 口说是说得不好听, 而善著书, 但是写东西很棒, 与李斯, 他是殉兄, 他和李斯两个都是殉兄的弟子, 私自以为不如非, 李斯觉得他的思想是比不上韩非, 非见韩之削弱, 韩非见到韩国越来越弱, 素以书见韩王, 上书给韩王, 勸韩王, 韩王不能用, 韩王不能够使用, 不会信用韩非, 于是韩非疾治国, 不冒修明其法制, 那韩非就是觉得, 认为他疾治国, 不冒修明其法制, 这个解释就是批评, 觉得不舒服, 这个治国, 不冒修明其法制, 一个人想统治国家, 而不修明法制, 執世以预期臣下, 利用世这件事, 来驾驭臣下, 就是严格来说, 所谓的法家, 是分为法術勢三派, 我觉得这个是强行分的, 其实任何一个法家, 都是讲法術勢的, 就是这个, 是三样东西, 就是法, 你是用严厉的法律, 商鞅是最好的例子, 严厉的法律, 是用权术去管理那些手下, 就是用高明的手段, 这个就好像Machiavelli所说的, 就是这个The Prince, 是用权术手段去统治臣下, 誓是如何建立一个统治的大誓出来, 令到别人不敢作反, 执勢以预期臣下, 国军如果有勢, 就可以控制到臣下, 副国强兵, 以求任人为言, 一定的目的就是副国强兵, 而怎么可以副国强兵呢, 就是用人为言, 找一些聪明的人回来, 反举浮, 是反对那些, 濫得名义, 得到浮明的人, 他举贱那些, 只是得一些名, 而实际上不得的人, 淫之道, 而加之公实之上, 反举淫, 浮淫之道, 浮淫, 這些濫得虚明的人, 道就是著书的虫, 就是注食国家的东西, 注食国家的东西, 這些人, 浮淫之人, 就是注食国家实力的人, 而加之于公实之上, 而摆在实际上的功劳和事实之上, 以为, 他是这么说, 接着就说韩非子, 愚者用文乱法, 愚者不守法, 亂作一些三皇五帝的东西, 叫人遵守一些虚假的大道理, 而不跟逐法律, 这个就叫愚者用文乱法, 愚家是举了一些, 所谓的皇道的原则, 高于法律, 而合者以武犯禁, 合者就用他的武力, 來犯了法令之所禁, 譬如說自己去報仇, 自己快以恩仇, 那就叫做以武犯禁, 宽, 現在的國家沒有什麼事, 就是寵名譽之事, 於是你就中那些浪得虛名的事的人, 急, 就是用戒袖之事, 一緊急, 就用出兵, 就是那些人叛亂就出兵, 打仗就出兵, 寬就用一些濫得名譽的人, 一危急就用兵, 兩件事都不對, 厲害是不用用兵, 不需要搞到用兵, 也不應該濫用名譽之事, 如果你持有法律去統治的話, 就是可以兩件事都盡量避免, 金者, 所養, 非所用, 平時養了寵名譽之事, 就用不到, 所用, 非所養, 到時候要用兵來控制全國, 就像現在大陸一樣, 動一下都是出武警去鎮壓, 非所養, 平時也不注重這些人, 非廉直不容於邪王之神, 那些清廉正直的人, 是不容許那些奸邪王眾之神, 官往者得失之變, 看回以前歷代統治, 為什麼會得,為什麼會失, 故作, 孤奮, 五道, 內外處, 碎林,碎難等十餘萬年, 韓非子, 作了孤奮, 五道, 內外處, 碎林, 碎難, 十幾萬字, 言韓非, 知碎之難, 韓非知道游碎國軍是很難的, 為碎難書甚句, 他那本碎難書寫是很詳細的, 真的很有道理, 終死於巡, 結果他自己也游碎失敗, 所以在秦國, 在秦國死了, 不能自脫, 自己就走不掉, 好, 接著其實很長, 就是司馬遷引碎難的傳聞, 不是傳聞, 他認為最精彩的那些地方, 為什麼要引碎難最精彩的地方, 因為他覺得韓非子, 寫游碎國軍之難, 而是寫得很稻辱, 結果他的游碎都失敗, 因此被殺, 就等於他自己游碎漢武帝失敗, 因此被怯, 所以感慨很深刻, 前面很多經典, 老子, 莊子, 他都不引元云, 是引了碎難的很多元云, 就是說, 因為他經常, 他其實其中一個深魔, 永遠是揮之不去的, 就應該怎麼對付這個皇帝, 他覺得自己始終掌握不了, 如何適當地去處理和皇帝的關係, 就搞到自己這麼嚴重, 所以他這裡引碎難全云, 你一定要明白, 司馬遷的心態, 碎難弱, 碎難是這麼說的, 下面那些原文, 凡碎之難, 為什麼游碎國軍是很難的, 非不知之, 有以說之難也, 以說之難也, 我不是, 我不知道, 要怎麼說, 才可以說話, 這件事一點都不難, 應該怎麼說, 這件事一點都不難, 怎麼說話的道理是不難, 又非不辨之難以, 能明不治之難也, 也不是我有一個道理在這裡, 我說不盡我的意思, 難明不治意, 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發揮得很好, 很難, 又不是, 又非不敢, 亂失能盡之難也, 又不是, 我這個失誤是日字, 其實是日字, 我講講一下, 忘記了一些東西, 講到頭尾不完全的道理, 也不是這麼難, 凡碎之難, 說服人最難的地方, 在之所碎之心, 難是什麼, 你不明白, 那個國軍的心裡面在想什麼, 所以你就不知道怎樣去遊說他, 不是一套道理講出來, 講得很好聽, 不會散失, 就會贏, 難在這裡, 你要猜到那個國軍怎麼想, 而在不同的國軍不同想法的時候, 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他, 這件事就最難, 可以不說當之, 我接著就會詳細為大家解釋, 所遂出於為名高者也, 如果那個國軍, 這個人是想出名的, 即是很重視名譽的, 名高者也, 而遂之以後利, 你告訴他, 這樣做, 很好處, 拿了很多錢回來, 侵佔了很多地方, 但是全世界都罵他, 是混蛋那一刻, 你是不是錯了, 那個人是很注重他的名氣那一刻, 別人稱讚他那一刻, 你就用厚利去碎他, 他只會覺得你下折而遇卑賤, 你這樣說是賤人, 你知道嗎, 就是你教他去做一些卑鄙的事情, 他就覺得你是賤人, 必氣軟移, 他就遠遠地離開你, 好了, 所遂者出於後利者也, 如果你想, 遂那個國軍, 是很實際的, 是以得到後利為目的, 而遂之以名高, 你告訴他, 這樣就全世界人都稱讚你, 見其無心而軟是情, 他覺得你根本, 你的思維完全錯誤, 不是脫離實際的, 求虛名, 必不修矣, 就不會修理, 這樣, 好, 所遂, 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也, 有些人有這樣的, 表裏是兩重的, 他實際上, 是想有厚利, 表面, 他就是想說, 我一定要得到好的聲明, 名高, 你聽見他表面說, 很想名高, 而遂之以名高, 這樣你就威風了, 全世界都稱讚你, 即揚修其身, 而實疏之, 他表面說, 你說得真的對, 這樣做真的好, 其實他暗中是會疏遠你的, 你明白嗎, 因為他表面想要名高, 其實這個人是想要實利的, 若說之以後利, 如果反過來, 他猛講, 怎樣可以得到好的名譽, 你就跟他說, 這樣會發達, 這樣是很有利益的, 這樣他就暗中, 即是陰庸其言, 而顯氣其身, 反過來他又會怎樣呢, 咦, 你有道理, 他暗中用你所說的話, 但一樣是炒你, 一樣不會用你,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用你, 人家就會覺得, 他是真的喜歡實利, 而不是喜歡名高, 此所以不可不知也,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知道的, 他不會有關, У на公鉉, 請假,